再來看年金改革所引發的爭議呢 依然是持續的延燒 教育部長蔣偉寧在三月的時候曾經承諾 目前有很多的教室退休之後呢 都會轉任到私立學校 等於是領取雙星 所以決定要立法禁止 但沒有想到草案送進行政院之後呢 卻遭到退回 讓人質疑蔣偉寧的承諾是不是跳票了 國立大學教授退休後 禁領雙星規劃草案 教育部送到行政院後遭到院會退回 行政院的理由是 軍公教人員退休制度必須一體適用全盤考量 但這是否表示教育部的承諾跳票了 部長蔣偉寧表示還會再努力 我們進一步研議啦 你第一次的這個退休的這一部分是 其實如果是一個恩級 或者是一個確定給付的這樣子概念的時候 他再去做第二個工作的時候 其實前段已經用了一些資源 那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折扣 或者做這些處理 還有立委把矛頭指向 許多教育部退休高官轉任私校校長 即這些人一去的私校 這些大學就拿到多筆教學卓越計畫補助 是否扮演著門神的角色 佛光大學的案例就是說 今天他就沒有拿到嘛 所以說如果您剛才講的那個事情的內推 今年就沒有拿到嘛 那一百年度是不是首次拿到 一百年度是不是首次拿到 所以我要跟您說明的就是說 他也有拿到也有沒有拿到 所以就您的理論就有瑕疵嘛 教外部目前規劃的草案考量教職人員 也有繳納退付金 所以完全停禮樂隊縫並不合情理 改成最多可以支領40%的樂隊縫 不過有立委認為人盡其才才是重點 不該斤斤計較 這個社會的資源有限 對於人力資本的浪費 我們必須要仔細的評估 大學教授的心態是什麼 你這裡不要我 我可以去別的地方 退休公立教師敬領雙心一事 爭議多時 在人才適當發揮 與人民觀感爭議之間 是否能取得平衡 是政府重大考驗 不過看來因為年金改革一詞 而引發了戰火 仍會持續延燒